只听得风无尘低含一声 左手一挥之下 那兵柳叶戏剑立即脱手飞出 化为一道奇亮无比的白色光刃 爆射向了韩力 光刃过处虚空冥想不断 竟是连连崩塌开来 威力比之前不知强了多少 韩力见状双臂上18处 大理金刚角色练花的玄窍光芒大作 双手举掌猛地一推而出 星斗盾上雪亮的光芒大作 竟好似突然胀大了几分 朝着那道白色光刃迎了上去 轰咯一声巨响 树道珠网般的黑色烈系 自虚空之中分裂而出 白色光刃和星斗盾相交之处 炙热无比的星光 游胜烈火朝着四周炸裂开来 滋滋地声响不断地传来 当中伴随着卡的一声轻微的碎裂之声 韩力双目如炬 一看就看到了自那块盾牌中央 十八枚星辰图案上 浮现出了一条细如发丝的浅淡裂痕 随着这一道裂痕生出 整面的星斗盾释放出来的光芒 顿时光芒俱颤 无法再像之前那样 将它整个人互乎其中 四周开始出现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漏洞 风无尘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右手长剑再次如柳枝摇曳般晃动起来 无数柳叶剑光顿时此起上飞射而出 化作一阵密集的狂暴剑雨 朝着韩力当头扑洒而下 星辰光幕再也无法完全将之挡下 百余道剑光从上方直落而下 韩力身上的衣衫顿时被撕扯出一道道破烂的口子 然而透过蓝绿衣衫 可见韩力提表一层针疾之魔 荧光泽泽 在柳叶剑光的切割之下 仍然是游刃有余 保护着他的身躯不被撕裂 风无尘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改单手持剑改为双手持剑 浑身上下一百六十余团玄鞘 同时亮起 手中长剑之上竟也在叮当作响 从中浮现出一个接一个明亮的光点 韩力见状心中一动 星翘 通过陈阳的解释 在随后祭令星斗顿之时 他才知道了星气之上犹如星翘一说 就好似人有玄翘一样 星翘数量的多少 也代表着星气的等级高低 这星翘越多呢 星气中蕴含的星辰之力就越强大 但是也就越难祭练 而当修士把星气祭练的乐气盒的时候 使用星气呢 也就能达到如必直使浑然天成的地步 届时 星气上的星翘 也就如同修士的玄翘一样 成为其力量提升的可靠之助 星斗顿上的星翘供给十八处 韩丽因为祭练的时日尚短 目前也只能催动其十八处玄翘 展露威能 自然远远比不上 早就彻底练化了的柳叶细剑的风无尘 只见他手中长剑上竟然有二十一处星翘 大放光明 连带着身上的气息也暴涨许多 眼中似乎也多了几分狂热之色 紧接着就见其身形一个闪动 竟然瞬息之间呢 就来到韩丽的身前 手中长剑从右下方一个诡异的角度斜向上 骤然撩向了韩丽腹部的要害 之前星斗盾上破绽叠出 此处便是奇 风温尘这一招是又快又狠 令韩丽顿时有种必无可避之感 韩丽瞳孔一缩 手掌猛地一下压 连带着整面盾牌都撞击向下方 阴险而来的鲜薄剑锋啊 眼见两者即将相撞之际 风无尘手腕骤然一抖 手中的柳叶细剑上 顿时亮起大片的星辰图案 剑锋好似瞬间拓宽一倍 周身笼罩着锯齿状的光波 斩击在了盾牌下眼 咔的一声脆响 白色小盾上裂纹顿时扩大开来 眼看着就要爆裂 韩丽眉心一蹴 当即立断一拍星斗盾 整个人借势向后一退 竟而高略而起 紧接着哼的一声响 白色小盾星光一按骤然炸裂 一道见光冲天而起 几乎贴着韩丽的鼻尖冲入上空 这次看你往哪里躲 眼见着韩丽略至当空 风无尘眼中闪过一抹阴谋得逞的笑意 脚下猛地一蹬地面 身形如箭矢般直射而上 与韩丽拉近百丈的距离 只见其周身 玄翘与箭身星辰同时亮起 浑身好似被一层星灰包裹 一箭展出之际 周身笼罩的所有星辰之力 瞬间汇集在长箭之上 化作一道刺眼之急的剑光 暴射而出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本就已经抵近 这剑光又迅速到了极点 韩丽即便使出一个千金坠 让自己身形快速下坠 也根本来不及逃避 眼看着就要被一箭剖开 看台上观众一声惊呼啊 陈阳一看到这边的状况心惊不已 啊 糟了 秦元等人却是神色轻松毫不在意 古千寻不禁叹息一声 这下怕是躲不掉了 伊丽亚心情复杂呀 在已经明知韩丽的实力强于自己之后 她反倒不那么希望韩丽落败了 她反而有些希望她能够战胜风无尘 可惜好像世事往往都事与愿违 谢道人眉头紧促漠然无语 可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韩丽双腿之上玄窍尽数亮起 羽化飞声弓催声到极致 因其开辟出了十八处玄窍中 顿时星辰之力奔波而出 宛如十志 只听得砰砰两声闷响 韩丽双腿骤然在虚空中一踩 本来好似无从借力的虚空 硬生生被其释放出的星辰之力 压缩得猛然一阵 其却借着这股反阵之力 身形陡然一偏 强行改变了方向 她在这剑不容发的瞬间 终于显之又显地 逼过了封无尘 原本志在必得的一剑 封无尘见状惊呼一声 怎么可能 看台之上响起了 山呼海啸般的喝彩之声啊 这高台之上意识惊疑似起 陈阳松了一口气 秦园的神色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了 六华夫人点点头 暗自沉吟道 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 有点意思 恶快脸上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只是平静地望着昆字台上这一幕 前字台那边 本来就打得寡淡如水的另一场玄斗 几乎没有人再去关注了 韩丽危机解除之后 并未立刻顿逃后退 而是身形一转 直接踏空而行 直奔风无尘 冲了下来 韩丽抱贺一声 这次还你接我一招了 话音落下 其身上再度砰砰作响 周身之上更多的玄桥亮起 数量竟然直达一百八十而去 这一下啊 莫说是看台上的普通观众了 就是高台上的众人 也有些坐不住了 一个个神色骤变 朝韩丽这边望来 韩丽的强大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就连一只神色淡然的恶快 这时候眉头也微不可查 轻挑了一下 目光一偏 看了陈阳一眼 似乎想在其脸上 看出一些什么 陈阳似乎注意到恶快的目光 迎上对方 微微一笑 其实啊 那陈阳同样是感到心神巨震 却仍是凭借强大的心理素质 把所有的震惊压制下去 摆出一副 对此早已了然于胸的姿态 昆字台上 风无尘望着韩丽身上 密密麻麻的玄窍 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之色 可是世道临头 他已无法再躲 也绝不能躲避 唯有孤注一掷 哪怕做出一些牺牲 也在所不惜了 一念其死 风无尘歇斯底里 低吼了一声 双手猛然一招 另一柄柳叶细剑 飞射而回 与另一柄长剑贴合一处 表面亮起了四十余处心窍 从中涌出一股磅礴的星辰之力 与此同时 其身上一百六十八处玄窍 也是光芒骤放 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涌动而出 顺着长剑剑身 狂涌而出 化作一柄星辰之力凝成的金光巨剑 迎向了韩力 韩力此时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默默地运转天煞阵玉弓 周身白光流转 仍在半空中摆出一个十分古怪的姿势 身形倒转向下 右手之上密集的玄窍亮的光芒翼翼 竖起一掌朝着下方平缓地推掌下去 只见其手掌推过时速度不急不缓 掌心向前前压一寸 周围的虚空便发生过一次弯折 大片空间层层叠叠推聚而去 当中见有风雷升起 却已是虚空已经破碎的声音 两两相撞 瞬间他的手掌刚好完整地递出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